3月11号的晚上9点44分 引口市消防救援支队西市大队 近湖西路消防站 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一位80多岁的老爷爷 老爷爷晚上出来溜弯 走着走着就迷路了 由于住在附近几十年 在老人模糊的记忆当中 依稀记得这附近是有一个消防站 于是就摸索着找到这里 当老人步履蹒跚地走到消防站时 职守的消防员一开始很惊讶 当发现老爷爷是过来求助时 消防员立刻请老人进来 经询问得知老人今年84岁 家住在香河商场附近 但具体地方记不得了 当询问老人是否记得家里电话时 老人给出电话 通讯员立刻联系 发现电话号码显示是云南地区 无人接听 消防员推断 很有可能是老人把电话号码记错了 指挥员立刻将情况上报 营口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立刻调派该对战 出动一车四人护送老人回家 消防员背起老人登上消防车 带老人寻找回家的路 没事啊 不用看 咱去看一下 不用早就找着 找不着呢 咱就报警 警察来 由于老人记不住家的位置 消防员只能沿路行驶 不停询问老人帮助他回想家的位置 在大家焦急寻找之时 有位中年女子跑过来向消防员寻求帮助 经过确认后 老人就是女子走失的父亲 别自己出来了 再有事呢 消防员 就消防员 就消防员 行了 别护了 别护了 我们走了 送个手帮给老人 谢谢 不用不用不用